回顧在這個九年內,對我來說,得失各方面,我不會看得很淡 我想花生油,投行油,很想我倒楣,想我倒楣,虧錢,各方面的事情 亦都可以跟大家說,不需要擔心 當然,你說有沒有錢賺,如果有錢賺,當然是騙你 MHK這檔案,怎會有錢賺 但問題是否試得死我,亦都是試我不死的 當然,我做事是有計劃,還有一些預算,各方面的事情 知道適可進退,各方面的事情,有什麼要做,有什麼不做 譬如今年來說,在九年內,大家都知道 經營得非常困難,很多的變動 很多經濟上的事情,或者在互聯網上 Youtube的改變,各方面的事情 都已經預知了,在未來一年的豬年 都會有很多新的變數會出現 傳統的網台模式,以我的看法 再這樣,一個多小時的一些節目 其實都很難生存下去 也看回,其實都不僅止我 還有其他行家,大家都心裡有數 究竟有多少人付錢給你們,大家都要明白 經營網台,如果只是靠付費重溫 或者只是靠Youtube裡面的廣告去收入去生存 就很難了 因為傳統的影片,影片長的,越長的 其實人們越來越不看 沒有心機,沒有耐性,尤其是年輕一代 最好是不要煩他 你給他這15分鐘的影片看,他都嫌你多 嫌你長 我們傳統的,你都知道 我們都喜歡找幾條馬一佬,肥頭一佬 大家坐在這裡,講半小時 少有外景的製作出來 但現在連發展到,如果連有外景都嫌你長 因為實在太多太多的選擇 你都看得到HBO或者Netflix 已經將他們的網劇 由以前的四十幾到五十分鐘 例如Black Mirror,這種片種 全部都是短的片 已經是到30分鐘 Julie Roberts剛剛有一套新的片 他都很難適應在半小時做一集 後來劇總的人才 都要令他很久 他狠受拍一些半小時的片 你都知道,現在人不只是香港 或者在海外裏面的所有觀眾 越來越多的資訊 生活中有太多的選擇 現在要他很靜靜地坐在這裡看一件事 其實正在挑戰他的耐性 尤其是年輕這一群 我想可能長一點的事情 就適合給一些年紀大一點 成熟一點的網友 但大部分的人都希望可以在四五分鐘 吸收一個資訊 行人走人 這個也是對我們網台界的一個很大的衝擊 而且大家都要知道 人才越來越難穩 因為你在Facebook動部Camp 不管質素 半小時 你又說是網紅 或者是主播 自己整個網台出來 或者你對著鏡頭 錄一段片 上YouTube 你又要開做一個YouTuber 變成了個個個都在成本裏面 不需要投入那麼多 就是個個都要開咪 是好事也是壞事 好事的地方 可能會多些有獨立的人出來 令到很多的才能湧現 不好的地方 就是在節目的質素裏面 大家很參差 各方面的事情 台格成不了型 大家只不過各說各話 每一個台 每一個station 我們經常說 brand building 一個大的platform 這個platform 是說什麼東西 是deliver什麼訊息 宣揚什麼的價值觀 就越來越模糊了 只不過隨著個人喜好 你自己對著鏡頭說 什麼都行 變成了這件事 就比較難搞 另外我希望 質素方面 就可以提升到 另外我們也很難搞 尤其是我們說粵語 也很局限 如果你看一些片種 很多是說國語 或者是加了字幕 或者是英語 這些其實的view數 很容易可以去得很好 所以在這方面 其實有很多的sign 很多的sign 很多的signal 已經是給得到我們 究竟要怎樣走下去 可以很肯定的 你就不可以再在網上 用別人的片 令你的片 再上去youtube 因為知識版權的問題 就越來越緊 一定要很多是自己拍的片 亦都令到經營很困難 不過不要緊 不過我們也會破壞到某些想法 過年之後 我們也有些新的變動 OK